今天的这场催眠之旅适合很多想要丰修媒体的女性朋友 那么如果你坚持使用并且经常练习的话呢 基本上我的用户里面两到三年的时间坚持下来的女性 都有从A照杯慢慢的增大到了B照杯 好,那我们现在就慢慢开始了 请找到一个非常安全,非常昏暗的环境 关闭掉周围所有会打扰到你的地方 请解开身上所有束缚到你的部分 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姿势 我要你盯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看着 无论是灯还是墙壁上的某一个点 当你注视着它的时候 请不要眨眼睛 对 或许你的眼睛会觉得有一点酸 但依然不要眨眼 当我从三数到一的时候 你可以闭一下眼睛 一、三、二、一、闭眼 接下来 你可以继续睁开眼睛 看着刚才那个地方 然后当我从三数到一的时候 你再继续的闭眼 三、二、一、闭眼 对 不用看我 接下来 我要带你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里 那里有薰衣草 还有一个透明的 尖顶的一个城堡 每一次的吸气 你都会觉得很放松 一边深呼吸 我们一边慢慢地 让自己 胸部 腹部 每一块肌肉 伴随着你的呼吸 它们都放松了 慢慢地吸气 吸气的时候 感觉到空气都是香甜的 慢慢地吐气 吐气的时候 身体里面所有的毒素 都会随着你的呼吸 一点一点地呼出 当你再次吸气的时候 我将给到你一个遥控器 左边是红色按钮 右边是蓝色按钮 当我说我们一起穿越过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下你的红色按钮 好 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一起去那个 有薰衣草的那个透明城堡吧 按下按钮 我们在三二一之后 就穿越过去了 非常好 到那个非常漂亮的城堡 你看到那里有非常非常多的 淡紫色的薰衣草 走近了看 有些地方是生紫的 它们是非常好看的 有木兰迪色一样的那种整片整片的高级灰 走近了看是紫色 退远了看是灰紫色 真的是非常的优美 你呢找到了一块没有人的地方 慢慢地躺下 躺下之后呢 你依然可以看到远处的透明色的尖顶城堡 在你嘴巴里爆汁了 很好吃 每咽下一口呢 它都促进你的胸部继续地生长和发育 此刻你感觉到胸部有一点微微发热 里面的循环系统被激活了起来 你感觉到就像少女时期第一次发育的时候 有一点酸胀和疼痛 它们让你觉得有一点紧 但是呢 为了让自己的胸部变得越来越好看 你可以放松地接受这种膨胀感 此刻的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比以前稍微重了一点 因为胸上的肉正在慢慢地长大 膨胀 长大 接下来你每一次在生理期之前 吃下去的红枣 当归 酒酿 都会让胸部增长得更丰满 胸不一定要特别大 但是呢 可以比你现在的情况稍微坚挺一点 坚挺的胸部更健康 让你更自信 你感觉到你的胸部还在微微发热 现在薰衣草的草地上形成了一道紫色的光 这道紫色的光有一点红红的 它们也照在你的胸部上方 你感觉到浑身酥软 感觉到浑身所有的地方都在膨胀 你的胸在膨胀 但你其他地方感觉没有负担 有一点点的微微膨胀 但是你的胸感觉到很胀很酸 想象你站起来之后 走路的时候 如果不带完胸 它都会上下震动得很厉害 但是呢 它一点都不下锤 当你照镜子的时候 你看到了自己最满意的胸形 配上你现在的脸蛋 它真的是太完美 太好看了 从此以后 每天走出去 你都觉得就是城堡当中 走出去的女王 非常的自信 所有的人都看着你 你拥有非常完美的身材 接下来喝下去的每一口水 吃下去的每一种食物 都会努力的吸收营养 把它们补充到你的胸上 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晚上 你都会感觉到 有一点微微发胀 而且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 也会觉得胸部有一点胀痛 这都很正常 这都是你在二次发育的体现 请一定要记得 经常经常反复的收听这个练习 坚持下来 你会不知不觉的发现 你的胸形有了一点微微的变化 接下来 接下来 当我慢慢的从三数到一 你的身体会慢慢的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三 动一动你的手和你的脚 二 请按下你手中的遥控器上的蓝色按钮 它将带着你回到你的床上 请按下去 现在你感觉到身体和床面接触的距离 你可以感觉到你正躺在自己的床上 一 慢慢的回来 好 请记住你在那个地方吃下去的酸酸甜甜的果子 在接下来 你只要吃到类似味道的果子的时候 你的胸都会进行二次发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